你好 欢迎收看8月13号的国内侠新闻 我是陈慧玲 年度中原普渡即将展开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与环保局 13号的上午就举办了中原普渡联合记者会 为大家来介绍普渡新文化 纸钱三烧 不要烧及中烧 还有减少烧的观念 农历七月中原节是国人重要的宗教节日 几百过程以烧香或焚烧纸钱 表达对祖先或鬼神的敬意 但蓝烧之前会产生学不为例 氧化碳 氧化碳 氧硫化物等污染物 因此新北市政府特别提出普渡新文化 纸钱三烧 就是不要烧 集中烧跟减少烧 希望民众一起来响应 让中原普渡环保又平安 如何尊天地敬鬼神 是我们中华民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文化传统 所以我们把它保存下来 那环保的工作就结合进来 那这一次我们特别请我们的里长跟地碳社区到 最大的一个原因是 我们的公庙在民政局的推动下 其实现在做得非常的好 包括环保金颅有很多厂也设置了 然后很多的之前焚烧的过程中 已经迈入了很棒的一个环保进步的情况 中原普渡是每年农历七月的大盛市 现代人工作忙碌 准备普渡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即便有时间自己进行普渡 却有可能在不知情之下误触禁忌 尤其在准备普渡公品款待好兄弟时 更有些应注意的事项 而新庄地上安主委林俊德就表示 向拜拜准备的三升要完整 除了要有头有尾 更不能做肢体分离的切割 其实这个普渡真的很多学问就不太简单 所以这一次我们民政局也特别结合环保局 结合非常多的宫庙 新北市有40多家的宫庙 一起来帮大家做普渡 民众只要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 比如说到我们新庄地上安 参加我们新庄地上安的普渡 一样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我们就是隔头鱼买 中间这就是我们的豬肉 这是三升 比较容易就串五升 五升就要加一些粿钢 或是钢 或是蚝都可以 那就是变五升 这就是三升 这是標準的 这有隔头鱼买 这是我们的標準的三升 所以你要有隔头鱼买 对对对对 那第二个有什么不做错的事情就是 头家 刚才才华姐头家有什么不可以的 人家说 因为要有隔头鱼买 不吃咕咕摆 吃完就不可以摆 所以这就是我们尊敬 我们的心 好 我们的一些英零 都同样 我们要尊敬 先让隔头鱼买 我们再来隔头鱼买 要成心不能跟人家讨厌 第三个我看到 刚才小鬼说了 头鱼买饭 这样为什么不可以 今年八月十四日到九月十二日期间 市府也特别架设了中原环保普渡网站 内容包含网路普渡 以及指前集中烧习俗由来 细缩普渡等资讯 请民众多加利用 街坊墙事部长报道